苏巧慧就職新北市党部主委 苏貞昌也到場支持 苏貞昌 苏巧慧站在一起 妇女倆同框比讚合照 苏巧慧就職新北市党部主委 前行政院長苏貞昌特地到場 替自己心愛的女兒站台加油打氣 巧慧出來選主委 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要在這裡 要特別給苏巧慧主委加油 台北縣老縣長尤欽也到場支持 喊話2026要盡全力拼一次 拿回民進黨在新北市的執政權 除了新北市党部已經就位 苏貞也派出張宏露來競選中常委 進入黨內最高權力核心 宏露委員已經是候選人 而且我們所有要競逐民進黨 這一次中職委的人選們 也都已經就位 我們的戰力正在集結 我相信新北隊會是最強的隊伍 相較民進黨替新北市長積極布局 國民黨內參選呼聲最高的台北市副市長 李四川就相當低調 避免跟支持劉河然接棒新北市的侯友宜交鋒 而且李四川能否參選新北市長 也得看台北市長蔣萬安放不放人 接不接受那個李四川副市長 謝謝大家 很關心不心白痴 不要小看萬安情報的威力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而民眾黨黃國昌雖然總是跟媒體說 縣市長選舉時間還早 但請跑新北行程 動作看起來也是相當明確 各黨提前預備 2026前哨戰早已開打 記者廖凱前李宇拉台北報導